大家好,歡迎回到新的雜誌影片情報室 昨晚Nikon在沒有預知的情況下 證明它這次守秘密守得不錯 公佈了兩支Zmine的新鏡 800mm 6.3 還有另一支標準的變焦鏡 28-75mm 2.8 兩支都很值得大家談論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886.3在Zmine那邊 是填補到拍攝小鳥的位置 超遠攝體材的位置 而且因為用了PF鏡子的設計 所以整支鏡子相對來說 以88mm 6.3光圈來說 又不是很大支 當然其實都很大支 但都可以接受 而且用這類型的專業鏡頭 通常都要用很重型的腳架去配套 另一支就是28-75 這支眼尖的網民就很熟偶面 真的會對一下光學結構 跟另一間獨立鏡頭生產車 騰龍那支28-75mm 2.8mm很相似 但是就是G1來的 有很多網民在網上討論 就會想 哎呀 騰龍都最近出了A063 即是第二代 為何不用第二代的設計 其實我又覺得可以這樣看 其實當每一間廠商 跟另一間廠商去合作的時候去談 其實很多時候 你應該這樣想 新的Nikon的EG28-75mm 2.8mm 可能那個表現是經過 Nikon本商去調教的 例如騰龍和Pentas合作的過程裡面 Pentas會使用它的HD導網在它的鏡片裡面 那也都會有一個新的鏡頭的外殼設計 甚至可能摩打上面 自動對焦組件 甚至鏡筒的設計 即是本身都會有少少不同的 那既然Nikon就是很 即是如果真是好像所有網民這樣說 就是拿了 騰龍2036的G1第一代的設計 那其實Nikon也都會衡量過 EG鏡頭本身那個光學的實力是怎樣 還有呢 即是也都知道 即是在Segmark 即是他都會考驗過自己 這支鏡 是不是在Segmark上面 都提供到一個好的光學實力的 那變了 即是大家都不需要去擔心 那其實我自己就會個人覺得 這支鏡就給多了一個選擇大家 其實現在 即是你在Segmark上面買 你一切就買大三元 即是有 有2474光圈 那這個套裝就有時候會都很 很底下的大部分人都會買這個套裝的 那另外 即是要是就會買 比較巨型的 即是另一支 那 那這支呢 就放在中間那裏 那就令到大家可以 即是多一個選擇 那 也都公佈了這個 日元的價錢了 那就是大概是128000元日元 那就是應該定價 如果回港資來講 應該大概是10000元不到 那10000元不到 那10000元不到呢 那就令到 真是會 它多了一個選擇 實際是街價 你可能那個 即是 選擇就是8000多元 那其實比 A036初頭出6000多元 其實都是貴一點 那但是可能 經過 Nikon的加持 那所有東西呢 應該會 都是正常的價錢 那我個人就很期待 那另外呢 其實Nikon會不會 即是在未來的2022年 會多一點 跟其他廠商不同的合作 即是計之前 他跟閃光燈 日清和普夫土有聯盟之外 那也都公佈了 在最新的那個 就是Wall的處理技術那邊 跟Tiple Wall 去有一個 即是 新的Copnet 去令到 去處理8K的 Video的Wall 是更加順暢之外 在鏡頭那方面 那都希望他能夠去選一些 好的獨立鏡頭生產商的設計 那多點融入了 去自己的品牌裏面 那令到Zman的用家 更加多選擇 那我就覺得 這次他選擇 即是這一支的設計 就好過 即是 證明了 其實這一支的設計 那麼多年 即是 都寶刀未老 即是完全是一個 很穩定的設計 那也都很輕巧 整支鏡五百多克 那真的可以完全是 配合到可能Z9啊 或者Z72啊 去做一支標準的變焦鏡 那和 那也都不會影響到 傳統他Z2472.8S 即是ZLine的定位 因為他這次 這支鏡呢 是沒有做 即是沒有ZLine下去的 那所以令到 就變成了 現在有三支鏡給你選 你想小的 想輕的 想4桿圈的 那Z2474桿圈 那但是 如果你想又便宜 但是性格比較高 那就可能考慮這支了 Z2872.8啦 那 另外就是 即是如果你想一部 到位的 即是一部機 支鏡貴的那部機 那就可能Z2472.8S啦 那 所以就令到整個 即是 生態最重要 我們是說 有選擇 那你才是老闆 那 我們都會緊接 即是緊接去 留意 2Line的動態 那 整支新的 28-75Line 就稍稍被 騰龍的A036 稍稍被 稍稍被 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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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被